金美师大法和联队 勇夺了欧洲杯金牌 那么这些参赛的人 回到台湾来了 他们就说欧洲的参赛队伍 人高马大 他们比赛一路比的 好辛苦 老师同学早在机场守候 看到小将们回国了 上前热情迎接 挂上花圈 气氛热闹 金美师大女子拔河队 光荣返国 他们参加欧洲杯 世外拔河公开赛 勇夺冠军 这场比赛一路打得辛苦 欧洲参赛者个个180公分高 中华小将平均160公分 展现小巨人的战斗力 个子比较娇小 就会其实比较实力一点 压力会很大 其实蛮大的 个头大的选手 然后可是紧张 但是平常的练习 教练也基本要求 靠着扎实训练 渡过难关 伸出双手 长满后俭 有的还破皮 历经苦熬 有了代价 013年世界运动会 运动会的那9位选手 在这次比赛完全都没有参加 是完全退下来的 让这批新的选手上来去做阶梯 面对来自荷兰 德国 瑞士等国家的参赛者 一路过关斩将 连比C场 全都以2比0电报对手 最后夺下冠军 再次阳明国际 中华队 南国万 记者范国庆 桃园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